像我女性朋友 我跟她去吃飯 她說等一下不行 因為她說真的太脹了 我直接看她真的是 噴射出來 她說她有時候真的 胃真的是已經太暴躁了 她直接噴射的時候 她說她額子回頭 有點嗆到 太多了 她多到拿來做肥皂那一種 那是奶酪很多很好耶 可是重點是 她出去外面會很尷尬 因為如果易乳的話 就是他們可能在路邊 像美國可能比較開放一點 就是小孩在哭了 直接餵母乳 因為你找不到孕孕是直接餵 又被踏罰說 你這樣子 在公共廠 這樣怎麼樣的 又要被踏罰 很有愛的一個畫面 她說你這樣要 可是很多人就會開始說 你這樣太色情了 就是很多未成年的孩子 還是有其他人的眼光 你這樣子 真的有啊 有人這樣被罵 你這樣看到媽媽這樣 你會帶有... 你這樣笑我就不要笑 沒有,我剛剛那個畫面 是比較想到那個 李妍莖講說噴射 然後被嗆到的樣子 你還停在那一趴 我還停在那一趴 我一直在想畫面 我小時候是不是也這樣 有時候奶多到真的會變拿鐵 我那一陣子我老公都點黑 拿鐵 就是我奶多到可以吸動它 她就是直接擠在 哈孝遠的咖啡裡面 對 她就 然後也會碰到了 應該很甜吧 我會覺得很好喝 怎麼樣 而且我跟你講 媽媽有時候脹奶脹到 嬰兒剛吃飽 就會叫老公來吸 真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及時 把它給 處理掉 會變石頭奶 對 而且對懷孕有一個很痛的 你很難想像的 對小孩身穿有一個好痛的 你真的可以捏捏了 我的畫面 可能跟大家想得不太一樣 我就不說了